刘刘大大看世界,不疯不忙走天涯,我是刘大军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国一座会闭眼流泪的十颗雕像 雕像也会流泪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吧 这座会流泪的佛像就是乐山大佛 又叫凌云大佛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敏江东岸 靠近大渡河、清一江和敏江的三江会流出 古时每到夏训这里经常发生传毁人亡的悲剧 唐代海通禅师为减杀水士、普渡壮生而发起建大佛的提议 并且召集了人力、物力修造出这座最大的雕刻大佛 而且神奇的是,自从建了大佛之后 这里再未发生过一起沉传事故 乐山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 是中国最大的一尊磨牙石刻造像 整个乐山的最高建筑为68米 因为常言道,低佛三分就近佛三分 乐天人民人人敬佛 亲切地称这尊大佛为大佛老爷子 根据相关记载 乐山大佛曾经数次闭眼流泪显灵 而每一次都是和当时的著名历史事件有关 比如在1962年 当时是百年难遇的自然灾害 有人观察到大佛闭眼流泪 1963年,灾情好转 大佛又睁开了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有佛像会睁眼闭眼? 原来啊,佛像闭眼的罪魁祸首是酸雨 大家都知道,乐山大佛在四川 近代以来由于空气污染 导致南方的酸雨现象加重 加上四川盆地的空气湿度比较大 因此发生了大量的酸雨 佛像闭眼正是一种典型的酸雨黑壳像的体现 人们看到的佛像闭眼实际上是佛像上的眼瞼变黑 多处表皮脱落造成了佛像闭眼的视觉效果 1962年,乐山市政府因佛像破损 专门拨款对佛像进行了全面维修 这也是为什么1963年的时候 佛像又重新睁开了眼睛 乐山大佛有非常巧妙的排水系统 在乐山大佛的两耳和头颅后面 具有一套设计巧妙 引而不见的排水系统 使得大佛存在千百年都没有被侵蚀风化掉 大佛流泪也只是在排水罢了 对于这种解释 你有什么看法呢 来评论区留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